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我们的爱丽象星球 我是名目可爱的半头妹 拉巴节马上就要到了 到了拉巴节我们会有和拉巴粥的习俗 今天呢我们就来画一个冬日拉巴粥的小插画吧 第一步呢我们先要用纸胶带 把画纸表在桌子上 这样子呢一来是可以固定我们的画纸 二呢我们可以不让我们的颜料画出纸以外的范围 这样子呢还能确保我们的画在完成的时候 边框是整洁干净的 首先呢我们先要用铅笔画一个大致的形 先画一个碗 然后这个是汤 我们可以让这里放一个勺子 拉巴粥里呢有些什么呢让我想想 我记得小时候妈最爱给我放枣和红豆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古物 我们在里边画点红枣 还有红豆 还有一些白色的莲子 可以多放一些红枣 还有一些其他的古物呢 接下来呢我们用蜡笔把它描绘出来 我想让我的碗是白色的 我们拿一个白色的蜡笔 把碗先画出来 我们先把碗和勺子都涂成白色的 我们再拿灰色的给我们的碗勾个边 我们可以在晚上做一些装饰 比如花纹之类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涂汤的颜色 我们可以选一个粉色涂在汤里 然后我们还可以叠加一些橙色 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为我们的古物类上色吧 枣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红棕色去涂 先用红棕色上一个枣的底色 然后呢我们再用深一度的颜色 深棕色 画一些小缀缀 这些呢是枣的褶皱 然后把其他的古物类上颜色 莲子是白色的 在莲子上呢我们可以叠加一点点的橙色 然后还有我们的红豆 好了我们的这碗腊八粥已经基本完成了 不过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点缀 腊八粥单上来呢 一定会冒着热腾腾的白气 所以接下来我们画一些雾气在上面吧 我们把蜡笔平躺 然后轻轻的涂抹 这时候你肯定会发现在纸上什么也看不到 一会儿我们会用到一个小小的技巧 画完热腾腾的雾气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装饰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提一个字 写一个喇叭鞋 然后我们画一个梅花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在上面漂一些祥云 好了我们蜡笔的部分就已经画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上水彩的颜色吧 因为是在冬天 所以说我们要营造出来一种暖暖的感觉 我们挑选黄色 作为我们的背景色吧 蘸取黄色的颜料和白色的颜料 去调和一下 让颜色更为柔和一些 我们可以多用水去调和一下 稀释一下这个颜料 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你们看是不是超神奇 之前我们用蜡笔画过的地方 它就已经水油分离了 这样呢我们不仅可以上上背景色 我们的云啊和雾气都可以保留下来 这种画法呢就叫油水分离 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大胆的进行我们背景的运染 好了我们的这幅画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这个冬日拉八节的小插画就完成了 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用到了油水分离的方法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